Hello大家好,我是Iris 这个视频呢,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博期间的心路历程 那我呢,也是从美国排名前10的学校顺利的完成了博士学业 听起来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 但其实我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的不开心 甚至开始怀疑生活的意义,经历过一段很抑郁的时光 我也是找了很多的方法来进行调节 最后呢,才慢慢走了出来 那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总结出的一些 在读博期间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一些原因 以及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进行自我调节 其实我刚来美国的第一年是充满新鲜感的 新的文化,新的环境,感觉自己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而且那一年只需要考试,没有什么科研的压力 还有机会可以到处玩,所以是过得很开心的 然而美好的时光都是短暂的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那个新鲜感过了之后 就开始变得很迷茫了 那我总结了一下,我的后面变得没有那么开心的原因呢 主要以下几个 第一个原因也是我觉得最本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热爱科研 我在读博的学习的过程中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我相信大家选择读博士一开始肯定是抱着对科研的兴趣去的 但是随着你了解一个领域越来越深入 你会发现约到后面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 繁琐的,重复的,很难做的一些细节的工作 慢慢的就会把你的兴趣消磨光了 像我呢,做的比较理论 你不需要去实验室做实验 每天呢,不是在看paper,就是在看paper的路上 但paper看的多了也会审美疲劳 而且到最后呢,你会可悲的发现 你能想到的题目前人都已经有人做过了 留给你可做的好的题目真的是很少很少 真的是需要运气才能碰到一个好的题目 我前面那个藤孝教授的那个视频也有讲 就是我觉得做科研真的需要很强大的热爱 是那种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那种热爱 普通人的兴趣是不足以支撑的 难道我们在科研上看不到希望 但是自己已经入了这个坑 一想到自己要把未来几年最美好的青春 都浪费在这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上 那自然就会感到抑郁 所以我觉得在博士阶段 我们不快乐的本质是我们没有在做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虽然你可能看起来每天生活的很好 甚至过着一种别人都羡慕的生活 但你可能就是没有生活的动力 第二个原因呢,是针对留学生的 像我们人在国外远离他乡 比如我在美国地广人稀的大农村 周围真的是没有什么人 没有朋友可以交流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容易自己钻牛角尖 像我这种做理论的 每天科研的任务就是看paper 你经常是一整天都对着电脑 一句话也说不了 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发现我自己的语言功能真的是退化了 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条件允许的话 去一个大城市念博士 不然就会长期的被困在一个非常孤单的 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 真的是很影响身心健康 第三点呢,我觉得是独博的一个陷阱 因为独博来说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安逸的状态 我们毕竟还是在学校的象牙塔里面 没有走出去接受社会的毒打 那这种相对稳定安逸的状态 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人 你可以在独博期间除了完成学业之外 还可以干很多你想干的事 相当于又为自己赚了一个五年的青春 但如果你没有进行很好的规划 只做科研这一件事 当你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 或者看不到希望 或者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热爱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天都要塌了 等你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同龄人 已经在职场上历练了很多年 而你却浪费了独博的这几年的时间 没有得到本质上的自我的提升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难免会产生焦虑 觉得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读一个博士 很不值得 那我后来也是进行了一些调整 慢慢从这种抑郁中走了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方法吧 那第一点呢 当然就是要早日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 觉得有意义的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做科研 比如像我就喜欢学校里面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手上的工作不感兴趣的话 就应该早日的换方向 或者去探索新的你感兴趣的方向 如果你说你不想做科研 我就是想去赚点钱 那我觉得也很好呀 大家可以早日思考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怎样才能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大家平时可以在科研之余 多去逛一逛像一亩三分地那样的论坛 或者多刷刷Leadcode 多练习一下码代码 然后暑假呢早点去实习 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毕业之后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科研上的话就可以不用太上心 只要能顺利完成学业就行 遇到什么困难呢 也大可不必过于在意 总之大家不要让自己陷在迷茫里 要行动起来做点什么 那第二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走出去 大家可以多出去旅旅游 或者多去参加一些活动 接触一些新鲜事物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大家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空间里 只看眼下自己手头上的那点科研 不是你每天坐在那看似很努力 就真的很有效果的 适当的劳逸结合 可以让你的效率更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一点 趁着你现在还在学校的象牙塔里面 多抓住一切的机会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那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找一些小目标 来使得自己获得成就感 因为做科研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很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是一无所获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点别的 来使得自己获得满足感 大家可以去学习健身 学习做饭 甚至是像我现在这样拍视频 都是很不错的尝试 最后呢 我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就quit 说我就不念了 我在读国的过程中 也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 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 就是大家可以想我毕业了之后就打卡了人类的最高学位 这是一个很少人才会有的体验 所以不管当下我们正在经历多大的痛苦 都要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你要相信时间的强大的力量 一切困难总会过去的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多多三连支持 并且转发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